Hello大家好,这里是须有其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Brian小布 据劳累市2020年发布新品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礼拜 这段时间所谓的新品测评这些视频,我相信大家已经看了不少 我也是查有了很多资料,也看了很多视频,官方的非官方的都有 在我上一个视频里面呢,已经概括的介绍了劳累市新品的一些变化 那今天呢,我就把劳累市这些新品,升级的变化呢 从里到外,肉眼可见的,或者是在里面看不见的,统统跟大家分享一下 OK,那我们先从水轨系列开始 那在我上一个视频当中也讲过了 这一次劳累市对水轨系列的升级呢,并没有任何的新款出现 只是对于原有版本上面的一些升级 对于黑水轨来讲,直径上面进行了升级 由原有的40毫米的直径,变成了41毫米的直径 内在方面呢,机芯上面进行了改良 无力黑水轨的机芯由3130机芯升级到3230机芯 有力黑水轨的3135机芯升级到3235机芯 同时动能储备已经达到了70小时 除此之外呢,面盘上面其实有轻微的微调 可能大家并没有注意到,在新款水轨的面盘上面 6点钟方向,有一个小小的黄冠 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劳累市把日制41跟36升级到3235机芯的那个时候 这个6点钟小的黄冠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劳累市的日制41呢,是在升级3235机芯之后的第二批开始使用这个面盘 也就是说,日制41在升级为3235机芯之后的第一批货是没有这个小黄冠的 所以大家之前有买过这样的劳累市日制41的朋友呢,也不要担心 针对绿水轨来讲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升级之外呢 绿色面盘变成了黑色,并且去掉了上面的放射纹 针对于绿水轨来讲呢,在这里我想说一句题外话吧 基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题外的信息 在9月1号新款的绿水轨出现之前呢 拥有绿盘放射纹的这个绿水轨的工价,大陆工价应该是72500 它的二级市场的价格呢,基本上已经在12万左右 但是在新的绿水轨已经出现之后 这只表呢,二级市场价格涨了2万 瞬间价格已经达到了14万 又过了两天,价格飙升到15万 那今天的话,我打听了一下二级市场价格 一只拥有绿色放射纹盘的绿水轨 新表,价格在17万左右 所以我上一个劳力士新品的视频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在新品的绿水轨出现之后呢 旧款的绿水轨应该还会有一些新品在市面上铺货 这是之前劳力士基地生产下来的余货 所以如果大家想录的话呢,基本上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能够买到这只旧款的绿水轨的新表 但是呢,问题在这里 这只表在新的黑盘绿水轨出现之后 它已然变成了一只限量版 所以它的价格呢,是在不断的飙升 40毫米的直径,晃射纹的表盘 传奇的3135级星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配置 如果大家真的还有一项想入这只表的话 我劝大家真的趁早 好,那说了几句题外话之后呢 我们把目光放回白金蓝水轨上面 白金蓝水轨跟绿水轨的升级差不多 也是同样把它的蓝色的面盘换成黑色 OK,那我们说完了水轨系列之后呢 来说一下豪式横动系列 在2020年劳力士的新表改革中呢 豪式横动系列是改革最大的一个系列 这个以面盘颜色为卖点的系列 在今年开始放弃了之前所有的面盘选择 同时又加入了更出挑、更鲜艳的色彩 那目前为止 豪式横动的新品系列 除了蓝盘、黑盘以及银色表盘 仍然保持系列原有的放射纹表盘之外呢 其他的糖果色的表盘 全部都使用了LikerDial 也就是没有放射纹的七色面盘 那七色面盘在这里面我跟大家讲一下 劳力士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呢 曾经用过这种七色面盘 当时大多数是用在全金款的 星期日例型号上面 可能古董劳的玩家呢 对这个面盘应该更加熟悉 他们把这种糖果色的七色面盘 叫做StellaDial 就是Stella面盘 当时这种Stella面盘的星期日例型呢 销量并不是很好 所以呢产量有限 目前呢 基本上属于那种进阶型的古董劳玩家 喜欢收集的这种表款 但是今年呢 劳力士又卷头重来 把这种新的糖果色的七色面盘 用到了豪石横弄上面 那我们更能看出 劳力士今年的这种复古风 是越来越浓了 直径上面来讲呢 把之前最大的表径39毫米的直径 增大到了41毫米 这是大家基本上在发售日当天 都已经知道的一些信息 机芯方面上来讲 36毫米和41毫米直径的豪石横洞 改用了与无力黑水鬼相同的3230机芯 那动能储备达到了70小时 那直径为34毫米 以及34毫米以下直径的豪石横洞呢 用的是2232机芯 动能储备是55小时 最后说一下豪石横洞这次在表带上面的改革 这个可能很多玩家不太知道 豪石横洞今年首次引入了EasyLink 也就是简易条链延展系统 之前老式的豪石横洞也有延展系统 但是如果你想改变这个表链的长度 需要使用工具 但这次引入了EasyLink 一定程度上我们不需要工具来进行表带上面的微调 因为在新款的豪石横洞的表扣里面 加入了一片5毫米左右的可折叠式的表扣 所以在5毫米之间的距离 我们可以轻易的用表链来进行微调 那下面轮到天行者 那今年呢 劳力士的天行者首次加入了Oyst Flex 橡胶表带的配置 那按照劳力士的大趋势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感觉到 劳力士渐渐的把这个Oyst Flex橡胶表带呢 渐渐的配置到了K金款的劳力士运动款上 最开始的时候是K金款的迪通拿 再到K金的游艇民事 那今年呢又到了K金款的天行者 那我们说换了表带之后呢 问题就来了 那旧款的天行者用鳄鱼皮表带 或者是用钢带的天行者 究竟能不能直接换这次新款的Oyst Flex橡胶表带呢 意思就是说天行者的鳄鱼皮表带 和这次的橡胶表带 还有它的表链究竟能不能通用 这个问题呢 我已经打过电话给劳力士的服务重心 得到的答案是很遗憾 不可以 原因是 橡胶表带款和鳄鱼皮贷款 以及表链款 它们生耳部分的构造全都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一次真的是没法互换 我之前想的K金版的天行者 从鳄鱼皮表带直接换了一条新的橡胶表带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新款了 对不起 不可以 劳力士官方已经把这条路堵死了 最后一个系列呢 日质 日质的31毫米直径的女表呢 有轻微的改变 首先是绿色表盘 现在已经可以使用到全钢的日质31表款上面 之前的话就是建金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叫薰衣紫表盘 也叫茄紫色表盘 也是加入了全钢款以及钻圈 OK 那说完了系列之后呢 我们简要的说一下面盘上面的改造 目前呢 劳力士在今年出了几款新的面盘 那第一个就是18K玫瑰金天行者 出了一个新的巧克力盘 加夜光刻度 鳄鱼皮带的玫瑰金天行者呢 出过巧克力面盘的 但是呢 当时搭载的是阿拉伯数字刻度 那这次呢 改成了夜光刻度 除了天行者的面盘改造之外呢 推出新面盘颜色的还有星期日立型的36毫米 那这次星期日立36呢 推出两个新的面盘 都是白色的漆面 黄金版的搭配了金色的罗马兹 那白金版的搭配的则是银色的罗马兹 那这次劳力士的新品的变化呢 从里到外 目前我所知道的信息呢 大约就只有这些 那之前有一些朋友在我的那个视频下面留言 说他已经买到了新款的豪石横洞 那我这里面呢真的是替你开心一下 也希望呢这些朋友能再给我一点多的反馈 再拿到表之后 给我一些多的反馈 看看这支表的使用多 或者时务适度 究竟都怎么样 那我这边呢 澳大利亚墨尔本呢 现在仍然还处于第四阶段的封城禁令当中 又延长了两周 所以我现在这边呢也出不去 也去不到表店 尽管表店的销售已经告诉我 已经有新的豪石横洞出现 但是我真的也没法去 其实也挺着急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跟我反映 视频的声音太小 这个呢我也针对这个问题呢 做出了一些调整 所以我相信这次视频的声音应该会变大 那除此之外呢 一些表友在我的那个视频下面留言 推荐一些麦克风 然后我也是买了一个麦克风 现在应该正在路上 但是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现在澳大利亚的快递非常的慢 所以目前我能做的也只是等了 OK那视频的最后呢 赵丽来一次口播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呢 麻烦您在我的视频下面点个赞 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这次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